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能改命 好多人看完坐不住了 一起来听 著名文学家梁小生关于文化给过一个很靠谱的解释 为他人着想的善良 植根于内心的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而文化的另一面其实也是教养的体现 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成就 就是有本事做到了上面那句话 一 为他人着想的善良 有一次 无意中看见一则话题评论 有没有至今都难以忘怀的事情 底下有个网友的回答印象深刻 他说 上学那会儿 家里四口人挤在14.5平方米的狭窄空间里 生活极不方便 最难熬的要数冬天 既没钱去澡堂 家里也没条件洗澡 所以经常是忍一个冬天不洗澡 脖子和耳后跟就长期被一层泥垢包裹着 四年级时 班里来了新班主任 经常请他和另外一名同学到家里做煤球 每次干完活身上都脏乎乎的 老师就提出让他们洗干净再回家 多年后的一次校友聚会上 这位颇有成就的网友 就笑着把小时候每次去老师家里帮忙 都能够痛快洗澡的事情 当作趣事跟大家分享 当时老师的女儿也在场 散会后给她发了一条短信 你以为真让你去帮忙干活 其实是我爸想让你去洗澡的 他幡然醒悟 原来是老师一直在 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她的尊严 而这么多年自己全然不知 理学家朱柏卢曾说过 恶恐人之 便是大恶 善欲人之 不是真善 这位老师没有明面上去施恩 而是用善意的理由 保全了他学生时代脆弱的自尊 我们常说 聪明是一种天赋 而善良是一种选择 天赋是与生俱来的 无需过多的关怀 但善良不同 他是人性中所蕴藏的最柔软 也是最有力量的情怀 如果说 世上真的有天使 那一定是每个人 一点点善意的累积 每伸出一把手 天使的数值都会加一分 一场大雨过后 轿车行驶到有积水的地方 都会缓缓驶过 或者让路人先行 尽管地铁里有很多空位 民工师傅怕弄脏座椅 索性坐在了自己的安全帽上 天气越来越冷 甜品店店主给所有来取单的外卖员 都送去了一杯热奶茶 善良不分富贵贫穷 它是一种生命的本能 也许是温和的态度 关切的目光 也许是委婉的话语 含笑的眼眸 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 暖的都不止一颗心 人生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记得给自己 保留一份最基本的善意 别害怕你的善良会扑了空 一个温柔对待世界的人 也终将被世界温柔以待 二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人之长相 一看体貌 二看心灵 五官美丑 后天可以美容 但新的长相 则需要道德来涵养 作家梁小生 说过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到罗马旅游时 我找到两条 专卖古董的大街 一家一家进去看 有一家进去后 我就埋头看小雕塑 小文物 然后向一位老先生问价钱 问了几件 老先生都说不卖 我很疑惑 为什么不卖呢 他就说实话了 这是我的店 你进来了 不跟我打招呼 就在那里看 然后问我卖不卖 我不卖 老人的一句话 瞬间把我点醒了 其实点醒的 不仅仅是说故事的人 还有看故事的人 一个人修养得高低 不看他衣着华丽 还是寒酸 身份高贵 还是卑微 重要的是 他是否懂得尊重别人 生活中 不乏一些地位显赫 但并不讨喜的人 而有些人 虽然简单朴素 但相处起来十分舒服 他们往往都温和待人 做事妥贴 做人礼貌 能给到别人 最起码的尊重 刘诗诗坐飞机时 飞机落地后 空姐去整理 发现刘诗诗 座位上的被子 竟然叠得整整齐齐 他一下就被电到了 以前坐头等舱的客人 都是把被子团成一团 扔在脚底下就走了 没想到他竟会叠放整齐 我好感动 有时候 哪怕再微小的细节 也能让一个人魅力大增 人生在世 不怕物质上的贫穷 最怕精神上的贫瘠 真正有修养的人 从来不会认为自己高高在上 把优越感写在脸上挂在嘴边 因为穷养富养都不如教养 曾在书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周末 直而随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华人 去雪梨海域捕捞鱼虾 每撒虾一网总有收获 可是每次网拉上来后 那华人总要挑剪一番 将其中的大部分虾蟹扔回大海 直而不解 好不容易打上来为啥扔回去 华人平静答道 每个出海捕捞鱼虾的公民都知道 只有符合国家规定尺寸的鱼虾 才可以捕捞 直而说 这远在公海 谁也管不着你啊 华人淡淡一笑 不是什么都要别人来提醒督促的 的确 自觉是无需提醒的 是在任何时候都会恪守的行为准则 有教养的人 等车知道排队 吃饭知道不浪费 别人输密码时 会主动回避 自己闯了祸 能尽力承担 一个人 只有将心比心 设身处地的思虑 才会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古人言 君子为天命 为大人 为圣人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为也 人生于世 无不处在各种各样的规则中 有的是明文规定 有的是约定俗成 心中没有敬畏的人 做事没有底线 言行没有所指 看似无拘无束 却会给人留下飞扬跋扈的坏印象 而心存敬畏的人 行有所指 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因此才能走得远 走得稳 四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匈牙利诗人 裴多芬曾说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雇 二者皆可抛 古往今来 人人都在为追求自由而奋斗 但自由难道就是随心所欲 毫无原则地追寻内心吗 其实不然 喜欢放风筝的人都知道这个原理 因为有风的协助 以及线的迁移 风筝才能起飞 在空中摇曳多姿 一旦没有了线的束缚 它不仅无法飘在空中 还会栽倒在地上 同样的道理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能缺少自由 但也不能没有约束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我是自由 没有约束的自由 那叫放纵 古代杰出的思想家许恒 一次和众人逃难途中 发现附近有一棵大大的梨树 树上揭满了清甜的果子 由于长途跋涉 加之天气炎热 大家都你争我抢地爬上树摘梨吃 唯独许恒一人 端正坐于树下不畏所动 有人问他 你为何不去摘个梨来解解渴呢 许恒回答说 不是自己的梨 岂能乱摘 问的人不禁笑了 现在时局动乱 大家都各自逃难 这棵梨树的主人早就不在这里了 你又何必建议 许恒说 梨树失去了主人 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 于是始终没有摘梨 诚然 人首先要对自己的心 自己的大脑做得了主 才谈得上尊贵 大声说话 外放声音 所以吃东西 这些都是每个人的自由 但你的自由 一旦干扰了别人的生活 那就是越界 试想一下 如果自由是看到喜欢的东西 就直接拿走 自己看不顺眼的人 劈头就骂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时候 世界岂不是要乱了套 所以没有绝对的自由 只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作家迪安曾说过 教养这个东西就像血管一样 可以盘根错节地生长 在一个人的血肉之躯的最深处 不可分割 真正有教养素质的人 心是平和的 情是真切的 懂得世界是自己的 也是他人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